大家好,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7年5月10日星期一的时间 今节有我许刘山,还有小白熊社长,纽西兰Raymond Wong 大家好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蒸香煲晒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今节回来说什么,大家看到标题就知道了,他们的皇友称之为梁烈士 即是梁令杰先生的死因研究庭终于开庭了 看到有些资料和法庭的新闻已经出来了 这个研究庭的新闻和资料陆陆续续曝光 之前很多人都说了,我们尽量想拿到法庭的资料 我们从这些真的经过法庭研究庭的验证资料来再分析 我觉得得出来的结果,稳健一些 得出来的感觉,整体来说是会统一一些 不是随意,不是随意,谁是谁是谁,whatsapp,证据曝光 我们不要尽量,不是不看,八卦看,OK 但是去到现在,真的搬到研究庭的时候 我们都很想把研究庭的东西搬出来 在我们的《蒙香煎制部》里一起大家讨论,甚至大家可以留言讨论 他们所说的叫做梁烈士,在2019年6月15日 大家记住了,6月9日就是他们的前哨战 612就是真的射了眼泪弹,扔砖,什么东西都出齐了 所以就有这个612惨无人道基金 隔了没几天就是这个叫做615,他们都在金钟一带那里就搞事了 可以说就展开了一个序幕 没想过,612隔了没几天,他们把握到这个梁凌杰这件事件 再将他们所谓的来着的游行的人数,真是推到一个顶峰 那大家不需要我多说,都知道了,这个所谓的梁烈士 就是那个金钟太古广场那条天桥那里就很不幸了 那么就失足跌下来 其实大家都看到多时候的情况,警方方面有伸手过去 有谈判专家这样那样,很多不同的东西 什么扩进遇到下面,有什么打电话,又说哭 又说什么WhatsApp这样那样,究竟什么收了钱,如何如何 那这些呢,我们稍后看一下法庭会不会有 不过,法庭方面呢,这个研究庭方面呢 暂时都没有说将康俊宇就列为证人之一的 这个我们不要说太争论他,究竟为什么叫,为什么不叫 好吗,我们这个放在哪里先 那么今天就开始了那个言讯了,终于召开了 庭上呢,就展示了都相当多有关于他的照片 那看到他因为有那些静物,他要去拍照 除了那件叫做黄色的雨衣之外呢 原来有一件相信应该是他之前所穿的 叫做T-shirt,I'm lost in Hong Kong的黑色上衣 哇,真是看到哪些人出卖这些T-shirt呢 很悲情啊,他出这件T-shirt 除非他说,除非这件T-shirt就是说 我只是当室路在香港,好像游客那样,扮游客 他们不是这么说,其实他们就不是这么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香港这个地方 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根本我一出生就是一个失败者 嗯,是,那还有啦,有一个记事宝 有一个记事宝,原来呢,里面可以说就是他的遗言 那写了什么呢?全面撤回送中 林郑下台,心灰意冷,这些这样的遗言 其实呢,你看得到的,大家自己在平时筆记宝 或者记事宝写些什么呢?通常都是写自己这些什么日子啊 有些什么要做啊,其实写一些鼓励的说话 或者这些这么伤春悲秋呢 如果你问我呢,我自己是比较少的 通常是写工作上需要记录的东西啦 写太多这些干什么鬼呢,是不是? 记录一下那些数啊,不同的资料啊,这样就会的 当这个人呢,他将自己那本记事宝那样写啦 就是,将自己的心情记低啊,三个字 反送中,他们当了呢,就真的呢 所谓叫做逃犯修订条例 修订完,过了之后呢,就可以随便送你 送你什么回大陆审啊,送你坐牢啊,如何如何啦 只要一个不满意,就会送你上去的啦 612,展开了一次,这么突然间的这个序幕之后呢 很多人呢,都会像这个姓梁,这位梁宁杰那样的 就是会信了这件事,还会迷了下去呢 那当然啦,我们正常的,那就不一定会迷了下去了 我们都讲过很多次了 因为后来再修订,再修订之后呢 其实,要送回去,其实都挺难的一件事来的 那我们这里不是再讲回当时的法律问题啦 那他也说自己叫心灰意冷啦 那他是不是对于这个社会都已经心灰意冷呢 或者对于香港这个政治 如果林郑不下台的话,他就会很心灰意冷呢 那这四个字很可圈可点的 究竟代表他当时的心情是怎样呢 我们一起去留言再谈一下 那法庭上面,也都播了很多段的新闻显示 有些什么呢,影到啊,前立法会议员 我们所讲的叫做邝俊宇 其他人叫他,不要跳啦,不要跳啊 明天再战啦,明天我们一起旅行的 不过呢,到最后就可以这么说了 阻止不了这个悲剧的发生啦 我这个姓梁的呢,那时候他看他都相当瘋 他在那件乙套写着什么呢 叫做林郑X港,颜色景冷血 这个人呢,那时候我都觉得,哇,什么来的 这么瘋的,写完这些这样的字 其实,喂,你们所谓的 林郑X讲这句说话呢 不好意思,我也要插一插 林郑X讲这句说话呢 其实现在很多蓝型的人都在讲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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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X又不同射法啦 唉,没办法啦 不过现在你看到这个社会的极端 其实就是,你放谁上去做特首呢 他们都反对的 嗯,还有啦 他当时也都放了一个环额的 就叫释放学生伤者Hong Kong的环额 即是有一类人呢 他们那些黄友呢,一开波已经是迷到这件事呢 深信不疑 即对于什么,所谓送你回国内审 刚才所说的这些呢 信到这样的信到short了 我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人真是short了 是不是 他转了牛角尖 他以为香港就好像那些人所说的 那些什么,刘世良啊 说到什么没得救啊 好像老蕭那些这样啊 又说这样那样啊 如何如何 尤其是那些黄友啊,黄梅啊 说到好像很悲情啊 怎样啦 那今天再播的片段里面呢 就真的有播到啦 他跌了那一刻呢 有五至六个消防人员上呢 就趕快捉住了他那个上衣的 那没办法啦 真是已经可以说是尽了力的啦 其实他在上面游荡的时候呢 在法庭 在这个研究庭呢 里面呢也有证人的供词都说啦 当日啊,其实下午五点多钟的时候呢 已经到达到金钟道 和这个 下街 下街 下街的交界那里的行人楼 抬头望向这个平台的时候呢 已经是见到呢 这个梁令杰呢 在那个平台维修架上面呢 在那儿走着走着走着 那样的了 也看到旁边呢 就挂着一幅呢 有反送中标语的横页 那之后呢 已经 消防员呢 已经将个充气的气垫呢 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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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个平台的下方 已经霸了成一 一两条 两条可以说两条的行车线的了已经 你说警方也好 消防员也好 要帮你做的事 基本上呢 可以说叫做了 如果真是这个人 有心要自己 如何如何的 就算可能真的 再多多一两个的消防员 能不能够扭转到呢 很难说有如果 再往后呢 他们还要继续 拿这个梁令杰呢 来到 卖悲情也好 究竟不究竟又做些什么 倩花又如何 我那时还见到那些人 为了这个人 都哭了 又如何如何 我明白的 有这些这样的 叫做 他们所说的社会运动 而真的有人不幸 这样离开了的 其实很惨的事 其实很无谓 那当然 有些人也都说 那被黑暴 他们弄伤 甚至乎 被他们用砖头 走了的 那又如何呢 我们不能这样计 我们不可以 叫做 好像有仇必记 或者 他有多少个没了 他有多少个没了 那我们千万 我们不可以 有这样的心态 这种变成 復仇的心态 其实是没有意思的 我们也不希望 社会是这样的 那变成两边的人 一起走向这个极端 不是你死就我亡 那其实 这一件事 其实是最坏的 对社会来说 现在是要修补 那当然现在有些人 就说修补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其实就是要说 要彻底打败一边 有 就是怎么说 有些 不是很理性的表现出来 我自己觉得就是 是啊 不理性的人 真的 两边都有 不要说 搞错 那你是不是想 说哪一边 不是 我们也不希望 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 如果你看到有问题 而不去说的话 或者去 选择去无视的话 因为怕了某一边 到时候有什么反弹 或者说你如何如何 不说呢 我觉得呢 又有些 有点疑那 又没理由 是吧 有些少违背中止 不要紧要 我们今次呢 我们暂时呢 讲到这个梁宁杰 去到这个位先 有些位呢 都特别可以值得和大家提的 他 这位姓梁的梁先生呢 他的父母呢 咦 搬了啊 研究庭那边呢 言讯那方面呢 也都想找他父母来 怎么怎么怎么 那些呢 他都没有来 他自己父母 都没有关心这件事 可能呢 他都想放下这件事 曾经也有媒体 访问过梁宁杰的伯父的 当时还很牢草的 事隔 我想超过一年都有了 他还是不是究竟是这样呢 他明白了多少呢 当中遇到什么问题 而令他有转变呢 其实都不可以否定这件事 或者完全没杀这个可能性 未来再看看这个 叫做梁宁杰的事件呢 究竟言讯成怎样了 还有多丁那么多的一样 就是陪审团那方面呢 出现了有一位呢 对于广东话那方面呢 好像听得有些问题 还是怎样的 现在呢 就解散陪审团 明天呢 的时候呢 就会重新再选陪审团的了 不过呢 对于整件事的影响呢 应该都不会拖 差很多天的 这次来到这里先了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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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